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书展期间来到香港城市大学,发表他的新书《历此存照》第三卷。 《历此存照》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记载了不少政治敏感的访谈内容,也记载了不少不满中国现况的声音。 而第三卷主要是记录了中国红二代的信录历程和他们的反思,记载了25位父辈中带有红色背景人士。 为了记载500位中国人的信录,